好了 現在才到第二章 我又來了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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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字而加強重拍 你聽不聽不明白? 唉... HELLO,大家好,我是James 歡迎來到Miss Under Singing 這個人唱的歌我才不說 評判很簡略的 寫了幾句字 演繹投入的,拍子感而加強 這個我就認同了 你如果覺得拍子感要加強 你就直接叫他拍子感加強 可以嗎? 沒有問題的,OK 演繹投入的 OK,但我覺得這句太主觀了 儘量不說了,好嗎? 你沒有足夠時間就不說了 不過如果他有足夠時間 寫一下就不會壞的,OK? 這樣說吧 好了,第三句 咬字而加強重拍 這句很厲害 咬字而加強重拍 你聽不聽不明白? 咬字而加強重拍 文化上的subject object我都不... 正所謂 26個英文字母分開我就會 黏著我就不懂 他現在黏著我真的不懂 他說咬字而加強 我可能也會說的 什麼叫加強重拍 你記住 不是你說的話有沒有用 你要別人理解到才行 你寫給別人看 可能有些人說 知道嗎? 你理解不到而已 你又理解到嗎? 你理解到嗎? 我理解不到 咬字而加強重拍 我估計一下 嘩,這些東西要debug 要decode 真的慘 他意思是想說 在重拍上來說 你可以透過咬字的動作 去加強語氣 從而令到你唱出來的東西 聲音上變化可以更多 是不是? 你應該這樣說吧 如果我沒有估計錯 是吧 語氣而配合歌曲 悲痛感覺 沒什麼大問題 你覺得 你覺得他需要這樣做 但是這首歌 是什麼歌呢? 這首歌叫陳祖 陳祖這首歌 大家可以上網上 那裡很公平 你可以搜尋一下歌詞 究竟哪位有最悲痛的感覺 我覺得這些評判不能夠說他有問題 你個人意見 但是你要明確些寫的 你一定要明確表達出來的 你應該說個別的歌曲的字眼 能夠令到你帶出歌曲的意思 或者味道 而應該要多些去思考一下 怎樣去利用歌詞去表達 應該是這樣說的 因為如果在先日為主是悲痛的感覺 那每個人唱 看那首歌的重不重 是每個人都不同的 如果你先日為主這樣的話 會令到唱的人 就會覺得 那首歌要悲痛的 那每個人的悲痛方法都不同的 那你變成 如果唱這個人聽了你講 他就會很強硬去悲痛 就會很奇怪 有機會就會產生這個問題 那這些也是的 又出現同樣的東西 聲音好聽 我也是那句 你可以讚他聲音好聽的 但我盡量不建議他 除非他真的很好聽 而你是這一點 會影響他的分數 因為其實聲音好不好聽 不應該是一個分數上影響的評語 就是那個人美不美 對不對 你唱歌是鬥唱歌 你不是鬥話聲好聽 對不對 唱歌是說你怎樣表達一首歌 對不對 當然你可以用這個例子 煮東西吃 擺盤也很重要 雖然我們鬥味道 但是擺盤也很重要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簡單一點 你覺得一個人漂亮 他應該的 就是擺盤漂亮 是應該的 那你不用等等提 除非你覺得他很醜樣 你只會覺得他很醜樣 那為什麼你不假設 每個人都好 對不對 就是等於我們讀書而已 為什麼要貼堂 就是邊師 貼堂以外的人 看看吧 別人貼堂 你看你 是這樣的 為什麼不是全部一起讚 為什麼一定要個別讚 如果說你不是個別讚 你每個人都寫 我又覺得奇怪了 那既然每個人都覺得好 你不用特意寫 對不對 這樣說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聲音 好聽不好聽 你自己觀感的東西 就不要寫出來 還有 做評判那些聽 這句 你寫你好不好聽 別人不知道 跟你給的分數有沒有關係 如果你做評判 你經常寫的聲音好聽 那些又高分 別人就會覺得 你只是聽聲音好不好聽 那其實是歧視 好不好 對不對 對嗎 放在心中就可以了 我都會讚別人的聲音好聽 但我會豁著跟分數是沒有一個互相關係 在裡面 或者我最後講評語的時候 你的聲音好聽 我喜歡 不過跟你的分數是沒有關係 你要講清楚的 知道嗎 你不講 別人就會覺得你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要很小心 而拿這個評語的人 看到這張評語的人 也不用J 這聲音好聽是沒有用的 OK 我可以跟你說 你唱歌好聽是沒有用的 你唱歌是講你表達首歌的內容 你講整個故事 OK 我比你的聲音更好聽 你也是那聲音好聽 和唱歌是沒有關係的 OK 行不行 留意真假轉換是欠穩定 歌曲處理 我先讀完 歌曲處理 段落之間的層次可以更明顯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喜好的問題 我剛才講的 你歌曲處理段落層次明顯 有什麼幫助 你又不講 其實為什麼你會認為 收到評判的評語指的人會知道 另外 留意真假音的欠穩定 真假音轉換欠穩定 那怎麼才穩定呢 他有多少次不穩定 是不是每次都不穩定呢 是不是 也都這樣說 我經常說真假音是不存在 我經常這樣說 就算你覺得真假音存在 你為什麼解釋清楚一點 平語不是真的 你只是平了就算 你說了出來 是不是 這個要負責任 看的人會很辛苦 OK 再快 感情錯的 這是喜好 一開始緊張 未能投放好感情 緊張小鬼你說什麼 是不是 你看到他緊張 你應該是告訴他 叫他怎麼樣 不要緊張 或者你跟他說 應該怎樣舒緩 類似這樣 Anyway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總之我覺得這些 是沒什麼意思的東西 OK 嘩 嘩 我發現新大陸 正啊這句 聽著 靜一靜 我醒醒一下 嘗試多做朗讀的練習 令表達呢 真摯 和清楚 情緒 再 嘩 你真的 執藥那些 都不知道執什麼藥 真的 不知道說什麼 總之他叫你朗讀練習 多做 他最後寫加油 我也覺得對 你給評語加油 哈哈哈哈 聲音不錯 但是呼吸較淺 關你什麼事呢 我呼吸淺關你什麼事呢 你真的想清楚 不是遺傳而傳的 你呼吸淺有什麼問題 我想問一下 我唱就行了 那如果呼吸淺 是令到你覺得不好聽 你要講清楚呼吸淺 怎樣令你覺得不好聽 你如果就這樣 純粹說呼吸淺 是沒有意思的 好 好了 他後面有說的 尾音高音不夠穩 激情部分不夠力水 嘩 這些字眼正 喉嚨聲較多 假音部分也不通 改善後會更好 嘩 這句好 好了 首先你要了解 各位 不只是參賽者 不只是看這段影片 覺得自己是參賽者的人 評判也請你清楚知道 你說的話 是有你的觀點的 但是你首先要想清楚 你在說那件事 別人知道嗎 就是別人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首先 我說了N次 唱歌是整體整個人 發出聲音的時候 不同的機會一起參與 去做的 喉嚨聲較多 如果你覺得這是你的喜好 你覺得不好 這首歌不配合 你用你的專業的意見 覺得怎樣怎樣怎樣 OK 你應該直接告訴他 你做了什麼 導致喉嚨聲過多 或者你不應該做某些事情 喉嚨聲過多 例如 不關這個事 你是不是應該聽到 他有沒有閉氣 他有沒有用力 是不是 你做評判 你應該聽到 你應該直接說 我聽到你 閉氣 我聽到你 你用了力 那裡 不應該是這樣 你應該要怎樣 是不是 不是說你寫的東西 沒有意思 但是你解釋的問題 就會導致出來的時候 聽到的人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運用聲音 跟氣 要再下點苦工 好了 這個厲害了 低音部分欠圓滑 低音部分欠圓滑 首先你用詞要小心 怎樣圓滑 低音 你聽不明白嗎 這些 高音部分過度用力 我覺得都叫做 一個很明顯的 引字沙聲 很明顯的 這些 但是多一句 表面 全部都是表面 我暫時未收到一個 我覺得他寫出來的東西很好 當中我也收到一些 是我自己寫的 就這樣對 OK 不如我看看 找不找到我講些什麼 這些 就是我之前 給別人的評語 這些評語 我還畫圖 這些評語 這些評語 這些我給別人的評語 你看到嗎 七十幾個參賽者 七十幾個 OK 七十幾個 真的出了個名字 讓別人見到那個比賽 這些我剛剛 對上跟同學玩一些 我們叫做聚會 那時候我寫的評語 OK 我試試讀一個 好嗎 你看看我講的東西 又是怎樣 我想 不是真的做示範 在罵別人 但是想讓大家知道 因為你知道之後 你之後出去玩比賽 你大概知道 什麼評語 什麼用 OK 這個同學 我不說他唱什麼 我說咬字的動作太淺 咬字的動作太淺 我說說이가是可以 我不會叫你們回去進行評語 由於ziestans 分為止 五六七 policies 對聲音的律動感有影響 因為咬字的動作太淺 聲音的律動感就會下降 對吧 然後 氣和聲音會欠方向 因為你沒有咬字的動作去帶領著聲音走 不單止對聲音的律動感會有影響 然後會令到氣和聲音都會沒有了方向去做些什麼 例如唱歌詞我經常說為什麼咬字要做好動作 因為如果我想說一句話就是 喂 你好嘛 會不會我真的這樣生硬呢 做好動作不代表你要用力 然後我就說表情有點緊 直接吧 表情很緊 那怎麽為是放鬆呢 那好了 我也說不到 我要示範給他看 但不要緊 我後面就會說 如果放鬆一點的話 有什麽要用呢 對聲音的律動性會有幫助 你不可以只說表情有點緊 然後說影響什麼 你不用說了 它影響什麼呢 就是不要聽 就是做得不好 不如直接說表情又緊了 如果放鬆一點的話 對聲音的流動性是會有幫助的 然後直接提出他應該要做哪裏的事 下面的門牙沒有利用 我聽到 我看到 那當然啦 你用了有什麽改善 你找我試就知道 是不是 OK 身體增壓 減壓的能力要加強 很明顯的啦 你增加壓力 你承受壓力 減壓力的時候 身體放鬆也要有次序放鬆的 這個能力上面要加強 明顯的啦 兩側 額頭的肌肉要放鬆 很討厭 哪個肌肉 哪個位置要放鬆 OK 頭腔內肌肉的狀態是不錯的 所以我只是讚他頭腔的聲音 做得處理得不錯 這些平平平語 我們叫你聽的人 你當詹斯廢的 說完廢話也好 你大概是不是應該知道 要做些什麽呀 你就試一下咯 是不是呀 你試了不行的 你再來找我試了不行的 你就唱我咯 沒事的 但起碼這樣叫評語嘛 大佬 是不是 不要搞這麽事啦 幾百元參加比賽 評語都沒有 好了 不如再說一個吧 這個吧 好嗎 身體打開 較為慢熱 增壓減壓的能力不夠彈性 我當然說身體啦 聲音變化不夠 要多放鬆面部 鼻腔的肌肉 我是point out exactly哪個肌肉你要做 都是那句 你聽了你就回去自己試 嘴巴動作不夠 例如嘟嘴呀 寫著嘟嘴呀 口腔 鼻腔 肌肉裡面的運作是不錯的 歌詞略為深奧 不是這樣容易表達 要多喘摸 是不是呀 你說了他唱得好 如不好是關不關那首歌的事 還是關他事 是不是呀 或者他跟那首歌合不合 再讀多一個吧 笨 身體未能帶動聲音 如表情 鼻腔 肌肉 如表情 鼻腔和肌肉 我也是中醫來的 我也是看不到自己寫什麼的 自己也看不到 感染力就會下降 因為如果你身體不能帶動聲音 譬如表情 鼻腔 肌肉 它動不了 感染力就會下降 聲音穩定 現在聲音的本質是不錯的 未能說唱得不好 但是張力和吸引力 因為聲音太穩定而欠變化 你就要說清楚這些點子 他不是唱得差 但是你覺得他不是唱得差 但是為什麼他 可能你有意見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你太穩定 所以他沒有了變化 張力和吸引力會下降 處理聲音的能力非常好 但是 演繹方面 就需要下苦工去處理 另外我看到我也會說 這些肌肉拉扯的控制 要個別處理 這個因為當時我在這裏 所以 先收起來 看到那個比賽名的 免得先 好了 那你 因為我現場在這裏 這個我可以做 其實這條影片 你看我都說了很久 這條影片其實 是不是 其實讓大家知道這些東西 不是很悶的 喜歡參加歌唱比賽的人 自然就會看這條影片 所以我剛才一開始也說了 你是不會參加歌唱比賽 你對評語是沒有意見的 我沒有要求的 你可以不看這條影片 是不是 OK 很簡單 但是 回到一個位置就是 大家記住 你參加歌唱比賽 你自己要聰明 歌唱比賽究竟收費是否合理 評判是甚麼人 玩的方式是 是讓你最少唱兩分半 讓你唱半首 評判負責丁 還是怎樣 你要知道 不然你自己玩得不開心 你也不可以一想情願 就覺得別人不讓你唱完 或者覺得歌唱比賽是混混的 那確實的 歌唱比賽是否真的 那麼多參賽者 時候的事情要縮短呢 我覺得認同是 但是問題就是 另一個問題就是 參加歌唱比賽 初賽為甚麼不是 找一些強勁的評判 去做篩選 那為甚麼 歌唱比賽評判 好像 在初賽來說 好像有點 隨便 那些 究竟他們的評語 也不是說 不給新人機會 但是 是否真的需要一定的評論的能力呢 我覺得他們要試 他要試 你不試 怎麼知道他行不行呢 但是你們作為一個參加歌唱比賽的人 其實你也有一個 責任 去了解歌唱比賽的老師 在給你些甚麼 那如果他給的東西 你覺得好不好 我覺得大家應該主動和單位去反映回去 看看歌唱比賽來說 評判的質素 是否相對來說是OK 可以還是不行 OK 給機會去試 試完之後 你再告訴別人 即是你做東西給我吃 我會試的 我試完會告訴你 我不是不了了之的 那就是大家對這件事的健康程度 如何處理到 所以這樣說 有時候參加歌唱比賽 就未必說評判很有問題 多數 但是 我們其實玩比賽的人 都可以主動多些去和單位 去反映那件事 例如我曾經發生過一件事 我想阿士都有聽過 有個朋友參加歌唱比賽 我是學生來的 他唱歌的時候 唱到最高音的時候被人叮 我反感 首先不是每個人都懂得 我們叫做 你產生了一些肌肉壓力 你突然叮他 會嚇到他 他會不會突然的肌肉 會磨擦磨損呢 會不會弄傷 拉傷呢 不知道 你是這麼趕時間 你就不會讓他唱那個位置 你不可以那個學生 或者那個參賽者 唱到某些位置 你就是叮他 這個首先很奇怪 這個事情很奇怪 另外 你都在打擊他 在別人面前唱歌的信心 為什麼 你讓我唱完高音 你又不是計時的 對不對 你是計時 你都可以叮 你計時 你早一點點不會讓他唱高音 或者你寫下給他唱那句 為什麼你會在他唱高音的時候叮 本人是會去找單位 立刻跟他們聯絡 因為我覺得這些行為 非常之不好 很惡劣 不會做評判 不要緊 你可以學 但有common sense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你不可以說 喂 我是評判 我主宰了所有東西 我覺得要停 我就停 評判不是趕下班 如果你覺得你是 覺得很悶 很辛苦 你覺得是趕下班 我覺得我建議你 不要接初賽 比起初賽 對不對 這個不要說我 拗生 拗合作 其實你們玩歌唱比賽 如果你們搞活動的人 都可以找我 我哪次不是初賽 我照做完 然後留下 說完評語 如果不是不會出現 然後剛才六七十個人 我一樣照寫評語 為什麼我會有評語指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大會 只是給了一張評分指我 我呀 我沒有得寫評語 要不然我為什麼 要自己問他拿張紙 那張紙是他們的單位 我沒有得騙 我沒有得騙的 我沒有得騙的 那為什麼這些單位是這樣的 其實就有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就差不多了 大家明白了 我們要做些什麼 這段片很長 當然給大家帶來一些 討論空間 什麼共鳴 你玩歌唱比賽 有沒有受過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下面說來聽聽 IG post那裡留你留言說一下 我覺得這個 大家都應該 有些不開心的 應該會 那我們覺得 給一個空間平台 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一些唱光的問題 我們健康討論的 我們就不會說 別人那些沒有用 我們那些有用 很嚴重的 要不然就會 知道沒有示範片 你們看的 真人示範就有 你上來找我 OK 行不行 那這段片呢 終於來到這裡了 很長 對 很長 但是因為內幕拍片 拍過內容深 就是多些 多些的東西給你看 好不好 那你們呢 多些去subscribe like share 我們的channel 讓人多些知道 詹斯的存在 為什麼呢 我真的想幫你們 有時候看不過眼的東西 你見我看不過眼 我也會出聲 那你們 你們唱光有什麼問題 就盡管去找我 好不好 那今天來到這裡 多謝你們收看 拜拜